第二环节别忘了 我们还有技能方面的考察 那你想展现你自己的 哪一方面的才能 或者才华或者技能呢 我想给大家唱一首歌 歌的名字叫做 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 好 接下来呢 所有知道许全耀名字的人 就共同来欣赏许全耀 唱给所有知道他名字的人的这首歌 歌名叫做 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 请欣赏 再一次我淹没在掌声中 眼前的你竟如此激动 黑暗中 世界仿佛已停止转动 你我的心不用双手 也能相拥 听你为我 再将双手舞动 就让我们 摆留在心中 也许有一天 我老的不能唱 也走不动 我也将为你写上最真挚的笑容 我真的觉得奇怪你们 你们为什么要鼓掌 我想这首歌可能是我听到的 最谈不上这个演唱技巧同时还确实是 挺打动人的一首歌 天生我有才环节是真正的是展现你的才能的地方 你要展现你最好的那个才能 这个其实是你的表现好像没有表现出来 其实这已经是我昨天晚上练到一点的水平了 那今天早上还在练 但是段老师我觉得是这样的 就他这首歌唱的呀 根本就顺不上歌 可以说是可以说是在念 但是实际上他能够去重新出发 我觉得这个背后的点 是作为你这个资深的眼力支援专家 要能看得懂的 咱们能不能实话实说 咱们不要说的一个客道的虚伪的假话 好吗 我觉得在别的节目你唱这首歌 没问题 但是这是一场职场节目 职场不相信眼泪 这句话你听过 你为什么扬长弊短 把你最短向的一样拿出来展示呢 是这样 我知道可能说拿自己不擅长的来应聘 是特别不对的一个做法 但是这首歌对于我来说 它是有特别的意义的 然后而且说 我勇于把我最不擅长的点 拿出来给大家看 说明我是真的从这段 从这段感情中走出来了 难道我们在职场上给你薪水 是拿你的短板给你薪水吗 我不喜欢大家双标 因为我相信每一个学生来这儿 都是求职的 但是我们毕竟是一个电视节目 所以我们会设计天生我有才这个环节 我们在这个环节经常见到 跟他的这个行业和职业没有关系的 我们是每一个都批评吗 而且他今天他表达的 就是说对父亲这种感受 我觉得唱的不好听 没关系 但是打动了人吗 我不知道别人 我觉得我被感动了 歌这个东西 有的是唱给别人 是要换钱的 有的是自娱自乐 唱给自己的 情动于中而发胡言 言语之不足 故接探之 接探之不足 故歌勇之 歌勇是心中的这个语言 心中的语言 你想说给爸爸听 没有关系 我们改到这个点 有些人改不到 没有关系 所以我觉得大家不要双标 给他这个机会 承认他刚才那点打动你的地方 就够了 完全同意 刚刚在我唱完歌 所有企业家为我 争论不朽的时候 我知道小叶 小叶姐是宠我的 她知道我想表达的是什么 我真的很感谢她 你看你这首歌唱 我们回到这首场 你还唱给所有 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 但是大家应该都知道 我叫许璇耀了吧 知道 好